此时的东华 等想着尽快赶到西天范境 好在快些赶回来 毕竟小白答应自己回去便给自己跳舞的 想到这里 东华微微弯了唇角 还未带着魔笑意显露 便收到了一封急信 慢悠悠地拆开后 看到上面的内容 东华停住下来 眉头一簇 掉头便匆忙往回赶 原本已经远远看到帝君身影的小僧 刚要举手打招呼 便看到帝君他老人家竟然掉头走了 自己的一只手还尴尬地举在半空中 小僧暗暗叹了一口气 轻道 帝君着实太忙了 不如还是让佛陀爷爷亲自去趟九重天吧 就这么几年来 佛陀爷已经被晃了好几回了 此刻的凤酒已经进入到了里面 只是里面黑蒙蒙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两只手是叹得往前摸索着 忽然摸到冰冰凉滑溜溜的东西 他突然脑子里想到了一种 他最讨厌最害怕的生物 那就是试 蛇 此时这里静默无声 隐约中他似乎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从脚下游走过去 顿时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最让他害怕的一个是走夜路 另一个就是蛇了 好似此时都聚在了一起 此时的他虽然有些干颤 但是现在里面的一个是他的孩子 另一个是他血脉香绵的弟弟 他将这些位举之情统统抛住脑后 虽然他不知道此刻 二人为何会陷入险地 但是却也必须搏一搏了 如果运气好 则可以拖至帝君来之前救到两个孩子 如是运气不好 他也不能退缩 是意 凤九先捏个指掘助起护身的仙杖 其实他着实把握不准到底是否有用 毕竟这里是帝君的私库 连阿兰若那四尾巨蟒他尚且不能敌 如何能挡得住这里不知有着何等修为的蟒蛇 凤九自是不知道 此刻在他旁边游荡的并非是地兽蟒蛇 而是实实在在有着残缺上古龙族血脉的蛟龙 虽说他不是龙 但能如东华法眼的也必定不是凡物 况且当初蛟龙为了保一族之命 少不得拿出先祖的那条圣经 即便只剩几丝法力 也不是那四尾巨蟒能比的 何况凤九的修为虽说三万年 但自梦幽静出来以后 他的修为便损失了一些 毕竟他在镜中用了许多先例为东华养伤 故而他此刻并不知晓自己全然不是对手 当然即便知道 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冲进来 凤九深吸一口气 傍着仿佛透着无限危险的墨色 也只熟练地唤出仙帐 再小心翼翼地撑着仙帐一步一步往雷挪 微弱的红光一闪一闪 偶尔照音出附近的事物 直到恍惚看到 不远处 两个孩子趴在地上 凤九心中一击 直直向二人奔去 就在此时 一时酷内响起一声长笑 四龙吼又似鬼哭 一尾蛟龙映入凤九恶然的眼眸之中 冲着他便张开了血盆大口 他不敢停下脚步 拼命冲向滚滚他们 只求快一些再快一些 一定要趁着仙帐破碎之前到他们那里 他知道帝君放在自己身上的天罡照还在 若是仙帐破碎 天罡照定然会出现 只要自己赶到他们跟前 天罡照就可以护着他们三人撑到帝君回来 蛟龙暴躁地甩着尾巴 拼命抽打在仙帐之上 传入的冲力直直撞进他的本体 筋骨之处无处不痛 连护体仙帐已开始微微有裂开的声音 凤九死死咬着唇 眼看距离滚滚他们不足时来步 仙帐啪低声碎裂开来 凤九一惊 这时天罡照默然出现 将他保护住 凤九眼睁睁看着这个天罡照出现 欲哭无泪 眼看成功在往 他出现的着实不是时候 他衡量着与滚滚他们的距离 暗暗打气 此番他只能拼命一射 无论如何也要将两个孩子带进来 而蛟龙则感应到天罡照上的仙泽是非熟悉 是来自东华帝君的弃则 蛟龙暗暗冷静下 对着天罡照喷了一束雷火 果然 竟然坚若磐石 除了那位天地共主 怕也是无人有此等神器了 于是 蛟龙暗暗扶下身躯 静待片刻 而就在此时 凤九抓住这个空档 迅速踏出天罡照 向滚滚处狂奔 直至抱起二人 迅速赶回 就在即将踏入天罡照的三步之内 后脚被蛟龙迅速缠上 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 凤九来不及思考 急忙将手中的孩子扔进天罡照中 而自己则被蛟龙的身躯缠得死死的 随着蛟龙的怒吼斯明 凤九感觉到全身的骨骼仿佛 正被一寸一寸碾碎一般 忍不住哀嚎出声 门外的天君等人自然听得仔细 之前便听到有龙吼之声 可此刻传来的声音分明是来自东华帝君的帝后 天君的额头都庆出了冷汗 如若帝后出了什么事 这里可是九重天 他如何对帝君交代 又如何对青秋交代 之前天君他老人家已然听说了 此次并不是帝后闯的祸 而是两位小殿下 其中就有一个是自己的仲松儿 待东华匆匆赶回九重天 刚刚踏入太成宫之时 便发现诸多上神经齐聚于此 连颂一响第二锒铛的神情已然消失 一张脸上透着一股浓浓的凝重与冷肃 看到东华赶回来 急忙凑上前几步 想来想斟酌下语言 刚刚在你这里 传来了凤九的哀嚎之声 我等进不去 你 话音未落 紫山营发的神尊便漠然消失在了眼前 徒流连颂张了张口 随即哑声 长叹了一声 握住扇子的手紧了紧 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里面情形如何 刚刚白浅上神听到凤九的哀嚎之声 已然哭打 差点崩溃 夜花也被殃及驰鱼推到了一旁 姑姑的一双眼睛通红通红 透着几分冷一击杀气 甚至连郁青坤伦扇都记了出来 连颂已然得知 凤九一向是个极其坚强的性子 况且里面还有着两个小殿下 如不是有重大的意外 他即便装也要装上几分 而刚刚的哀嚎之声如此之力 怕是情况不妙 且连他都听出了 声音中透着几分油镜灯哭 连颂纯敏成一条线 索性成欲并不知晓 否则也要哭倒了 但愿帝君来得及吧 而且听闻里面的龙吼之声 连颂心中有些怀疑 更有些自责 不说别的 如若真是龙族之人犯下的果实 无论是活的还是魂魄 帝君定会要讨的说法 毕竟里面的是他心肩肩之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 一个则是他的儿子 还有一个是上任青丘女君 白浅上神之子 虽说体内也留着龙族的血脉 但如若里面真要是有个万一 连颂心想 怕是此时的天族都不见得能够保全了 毕竟帝君还是帝君 虽然谗尾归影了 但依旧是站在神族顶尖之上 屹立不倒数十万绵仔 帝君一旦真的震怒 不说连颂 就连天君也想到了 一张总是端着架子的面容 此刻也多了几分惶恐 丛林看到帝君那一刻 便立太成功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心中也十分自责 刚刚帝君看到自己时 撇来得冷冷一眼 顿时让自己从里到外都冷透了 自己等人跪倒在地 海外来得及开口 便看见帝君迅速闯了进去 丛林远目望去 叹了一口气 一动不敢动地匍匐在原地 凤九在北蛟龙缠住之时 痛入骨髓的感觉骤然而起 着实忍不住哀嚎出声 但看到滚滚二人正昏迷着 赶忙拼命咬住下唇 担忧万一将两个孩子吵醒了 他们跑出来该怎么办 于是死死地咬着下唇 即便痛入心扉 也不再哼一声 而蛟龙本来听得挺享受的 漠然声音戛然而止 便有些不满 于是又加重了些力道 但是还是很有分寸的并未下死手 颇有几分猫斗老鼠般的乐趣 毕竟在此处已经十几万年了 好不容易有个新鲜的玩伴 而凤九的灵台已经逐渐不那么清明了 灵要昏迷之前方才想到 自己的琉璃界被封印住了 因此前要杜劫 不想让帝君受到天洁的反噬 若是此刻刘仪界解除封印 凭着帝君的修为定然能将这条龙毁掉 是了 直到蛟龙缠上自己 他才发现 这竟然是条龙 难怪自己的仙丈如此不争气 可此刻的自己修为派也是所剩无几了 又被这条龙缠住 也伸不出手来 更何况他已然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 痛到了极点便是这样吧 但此时 滚滚他们还未醒来 他强撑着一口气 一直忍着 嘴唇的血已经顺着衣经流淌下来 而身体上除了缠住自己的那股冰冷 还伴随着几缕温热之感 应当是自己身上的血液吧 凤九在此刻 真心地盼望帝君能赶来 若是帝君再慢几步 怕是自己真的不行了 他现在心里满心的都是这两个孩子 哪怕是再坚持一下 看到孩子平安 他才能安心 凤九以往并不觉着成了娘亲有什么不同 但此刻却有些领悟了 即便自己不在了 也希望他们能好好地活下去 就像刚刚 他想都不想的 现将孩子们扔进天罡照一样 原来 这就是做娘的心理啊 看着仍在昏迷中的滚滚和阿黎 凤九痛到极致已然麻木的表情中 微微扯了扯嘴角 明镜需要 Oi What do you mean 你会的扯和阿黎